請各位看一下,人事分欄這一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資料來源在B欄 這一題的概念是 我的資料來源在B欄 我要把這個B欄的資料 放到DEFG這幾欄裡面 也就是說呢 每四個資料 就縱向的四個放到橫向的四個 而且去掉前面的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這個看到是最後的有做好的結果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刪掉 意思就是說我希望把2005這個日期放到這裡來 把劉揚和放到這裡來 公號放這裡 電話放這裡 然後再下一個放下一個 也就是縱向的四個變成橫向的四個 畫面再記錄一下 縱向的四個變成橫向的四個 而且要去掉前面的欄位名稱 那這要怎麼做 這個當然如果你用V的函數可不可以辦得到呢 可能就有問題了 V的函數 V的函數基本上當然 你要查什麼 這個地方就不符合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可能如果你要用V的函數來做出要的結果 會是有個問題 所以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同學問到問題 其實蠻多 在Excel裡面蠻多地方 用它內建的函數 要把結果做出來都是問題 像這邊請各位試一下 怎麼做 四個 縱向四個 搬到橫向四個 四個 那以這一題來看 基本上你就不能夠用V的函數 怎麼做呢 給各位一些提示 也許 你可能要改用其他函數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ex Index按確定之後 再按確定 它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你的範圍 第二個問題 那你這個範圍裡面 你要哪一列哪一欄的資料 幫你搬到這邊來 所以特別注意 範圍的話 你就給這整個 那你可以Ctrl向下 B2到B33 哪一列呢 我要的是這一列 所以是第一列 那我要的是哪一欄 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第一列第一欄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會怎麼樣 幫我把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會幫我把 這個東西放到這邊來 那姓名的話呢 其實理論上 就是一樣index 可是如果你要劉陽和這個人 那你應該怎麼 應該是這個範圍一樣 的第幾列呢 特別注意 這個應該是第二列 第一欄 因為欄就一欄 第二列的第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一樣 也就是說這邊的話 那當然顧名思義 這邊是一二三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跟這個都不會變 會變的話呢 只有這一個 那我需要什麼呢 就是將來 在這邊是一嘛 這邊是二 三四 五六七八 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三十二嘛 對不對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數字 給變出來的話 把這個數字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參數裡面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做出我要的第一階段 當然只是搬什麼 搬所有資料 第二階段是做什麼呢 再把前面的欄位名稱去掉 其實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當然我們 這一題 大概跟各位先開個頭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回去你們也許可以試試看 我們下一個禮拜 就會針對這一題 也是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先用函數 用Index 用Indirect Vira應該是做不出來 然後再用VBA 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用VBA反而更簡單 直接用VBA來寫就好 因為這個VBA大概就寫什麼 寫一個回圈 加上邏輯判 邏輯判那不用 就回圈 然後再把你需要的東西搬過來就好了 所以反而用VBA反而更簡單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就是 回去的話 就想想看 那個325這一題 人事分欄 因為他沒辦法用那個V欄數 所以呢 吧 感谢观看